中国财政部新闻办公室7月3日表示 经中美双方商定 美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将于7月6日至9日访华 这时即今年6月中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后 美国又以高官访华 耶伦曾于6月13日在众议院金融机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发声反对中美脱钩 称 倘若美国彻底切断对华经济关系将是一场灾难 他认为 美国公民通过购买中国制造的更便宜的商品 获取了巨大利益 中国也从美国的出口中受益 而这同时也在支撑着美国经济 此次访华并非今年耶伦与中国高层的首次面谈互动 早在1月18日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耶伦 在瑞士苏黎市举行半天会谈 双方讨论了深化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合作的有关问题 同意在双边及联合国G20和APAC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合作 对于此次耶伦的中国执行 专家预测双方将就美债关税等话题展开对谈 7月2日凌晨 美国满里兰州巴尔蒂摩的一场社区派对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 造成两人死亡 28人受伤 其中包括14名未成年人 当地警方表示 枪击事件中一名18岁的女子和一名20岁的男子被枪杀 另有9人因枪伤在医院接受治疗 其中有多人的情况危急 据介绍 枪击发生当天 正值美国独立日前的周末假期 数百人参加了这场派对 巴尔蒂摩警察局代理局长理查德沃利表示 枪击事件发生在凌晨12时30分左右 当时至少有两人在该市南部布鲁伦家园区的一个街区派对上开枪 他指出 嫌疑人不止一个 目前警方仍在追捕 法国民众因不满一名17岁少年遭警察枪杀 暴力抗议已进入第6日 7月3日 警方连夜逮捕超过150人 2日晚 警方收到了352起纵火和297起车辆被烧毁的报告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召开特别安全会议 谴责社交媒体助长了暴力在该国的蔓延 法国司法部长也发出警告 在通讯媒体平台 Snapchat或其他应用程序上 分享煽动暴力的年轻人可能会面临起诉 周六 被警察射杀的少年下葬 但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在巴黎市中心继续上演 据警方发布的一份声明表示 当晚有100多名年轻人聚集在瑞士西部法语区 城市洛桑的市中心对当地商店进行打杂破坏 向维护治安的警察投掷石头和人烧瓶 最终共有7人因打杂商店橱窗被捕 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法国海港城市马赛 警方在深夜与市中心的年轻人爆发街头冲突 不得不发射催泪瓦斯 政府在街头部署了4万5千名警察 仅周六夜间就已逮捕719人 7月3日凌晨制造间 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捷宁及附近地区 以色列国防军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 包括出动无人机空袭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捷宁旅 在当地的聚集地和武器仓库等 现场可以听到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 这是以军两周内第二次对捷宁展开突袭行动 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 军事行动已经造成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50人受伤 其中10人丧失严重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称 此次军事行动并非针对巴勒斯坦政府 目的也不是在于占领当地的捷宁难民营 而是针对当地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 以色列媒体援引政府消息报道称 只要有需要 针对捷宁的军事行动就会持续下去 对付出执宁的坐在船上 失去 再陆过来 杀不许 孫眼睛 稳息 太悲伤了